每天都在演出 各位觀眾網站 我是謝金河 歡迎再度收看老謝看世界 那麼2017年正式走入歷史 那麼在我們這個節目 當年播出的時候 那麼在2017年的 整個珠粉市場已經結束了 那麼在2017年的台股當中 我們來做一個總結 我們看到在2017年的台股的指數 那麼上漲幅度 最大漲幅達到17.83 那麼上規的指數漲到22.35 那麼在個股當中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康控的漲幅一度達到943% 另外第二名精確是622% 第三名的望虹566% 易金光一度大漲478% 然後漢遜是466% 麗山漲到413% 然後美其馬 亞光 夜城到環球晶 大致上都有3倍以上的漲幅 所以後面一直到創意到國劇 國劇從過去的161的市值 到1000億以上 文貌也是 那麼我們看到從穆德 穆德到尼克森到通德 然後華新科 金財 浩新 金鼎 華邦店到京電 這個大概都有2倍以上的漲幅 大家可以稍微回顧一下 這一些公司在過去一年 你曾經買過嗎 那麼是不是能夠從這當中獲利 這是在台股當中 創造非常大的漲幅 另外我們也看到台股 在2017年下跌的個股 英格大概跌了77.24% 利潤跌了66% 網路家庭受到蝦皮的侵蝕 它的跌幅也達到63% 新藥股當中的昇華科 跌了60.3% 國塑 基亞 利勤到號頂 那麼在這一欄當中 下跌的購股大部分很多都是新藥股 另外我們也看到 大列城的永貫 盈邦 茂林 喬山 到超重 到建林 這個大概都有3成以上的跌幅 換句話說台股在萬點很久 但是它也出現非常多的 大幅下跌的個股 所以這是一個個股變化 不一樣的時代 我們也回來看到 美國跟香港的掛牌的 幾個代表性的公司 你看到在會城半導體 在過去一年最高漲一倍以上 納斯達克漲47.43% 而道瓊指數漲了34.53% 標普漲了26.99% 另外 Envidia的股價最高漲427% 美光漲了416% 這是相關半導體的類股 所以半導體的費城半導體指數 能夠漲一倍以上這是關鍵 那AMD漲了210% 應用材料漲199% 那麼到相關的微騰電子 網路的阿里巴巴 都超過一倍以上 如果回到香港看 香港吉利汽車漲了693% 另外水光學漲510% 環地產的碧桂園漲了336% 瑞森科技是蘋果供應的重要成員 漲了兩倍 騰訊漲177% 這當中包括 中國平安保險漲了156% 那麼比亞迪漲了83.05% 中國人壽是66.36% 另外猛牛是漲了75% 這是大概在過去這一年當中 在香港相關的一些個股 我們可以來看美國重要的科技股 蘋果在過去這一年 它漲了最高漲了51.1% 然後Alphabet也是漲了34.88% 美國十大 現在全世界的前十大的科技股當中 你可以看到 從蘋果開始到Google 一直到微軟 到亞馬遜 到臉書 一直到第六名騰訊 騰訊現在4930.7億 第七名是阿里巴巴 第八名是三星 第九名是Intel 台積電是第十名 我們再看到在過去這一年當中 台積電一直領先Intel 現在台積電的市值 被Intel來超過 所以這是在全球十大科技股當中 現在所呈現的一個真相 這當中其實大家可以好好去觀察 在過去來講 半導體類股是領先全世界 最重要的一個巨破 美國在降稅之後美元的指數 在過去一年其實它是一個貶值的狀態 那麼這是大家可以從這當中看到的 包括在蘋果進入到2018年 全世界現在大家高度重視 在2017年的年底突然之間 包括鴻海 包括大立光股價突然的下跌 那麼大陸的相關的 包括順以光學 包括秋泰 他們股價也都是連續的重挫 所以2018年即將上場 那到底是怎麼樣一個年代 大家一定要高度記住 那麼在2017年 現在曾經大漲奔馳的個股 到2018年它的基本面 會受到嚴酷的考驗 所以在2017年要結束的時候 我心中有八個字 一個就是舍高就低 換句話說 在過去這一年機器很高的個股 它未來會承擔更多的風險 大家可能要從低基期 直伏很久的公司 去尋找下一個潛力股 這是一個上策 另外一個很可能豬陽變色 也就是在過去來講 科技股領先的時代 造成很多的大型科技公司的狂漲 但是在大陸的污染的取締當中 很多的一線的傳統產業 它有一線競爭力的公司 因為在產能的縮減的情況之下 他們會變得更加的炙手可熱 所以在未來的整個選股 在2018年 可能大家要有一個 完全不同的另類思維 那麼等一下回來 我們特別請教劉太英先生 他是我們有名的太公 他在經歷人生一連串的考驗之後 他現在重新站起來 我相信他對台灣的經濟 他有非常多 他驚艷老道的看法 我想等一下大家可以從他對 台灣經濟的關懷當中 嗅到2018年的 未來的投資的氣候 稍回來